女大生入住溫泉會館 卻經傳遭男服務生闖入房間 而且就站在床頭 第一次當她不小心 沒想到隔不到五分鐘 卻遭到第二次闖入 溫泉會館環境清幽 開心入住 沒想到卻經傳遭男服務生 久後闖入行徑相當離譜 女大生下的報警處理協商後 接受男員工道歉 根據了解18歲男服務生 才剛來上班不到一個月 卻在下班小酌之後 如此脫序已經提出辭辰 老闆也出面道歉 我不能撇清那個責任 也並不能說是員工個人行為 教育上的問題 顯然是我有疏失 原來六名女大生22號晚上入住 隔天清晨半夢半醒之間 經見陌生男子站在床頭 仔細一看 居然是會館的男性員工 對方卻說自己剛喝完酒回來 巡房確認房門有沒有鎖上 但對於巡房這樣的藉口 老闆強調巡房是巡空房才對 他巡視空房 但是並四五點 那個應該講五點 五點鐘 我們還沒上班 我們是八點上班 哪有五點在巡房的問題 是不是男員工說謊 女大生輾轉難眠 沒想到還遭二度闖入 但明明他們有上鎖 原來服務生是闖進房務室拿鑰匙 直接打開還走進床邊 難道另有意圖 不論是不是服務生的個人行為 除了讓這六名女大生 擔心受怕一整夜 更重創烏來觀光 溫泉會館一時用錯人 卻讓經營多年的苦心蒙上一層灰 藉阿公雅麥和惠蓉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阿公